好 大家可以嘗嘗我們有麥克風的 主席 都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山下計劃就流標 其實未來計劃是怎麼會不會重新消標 或者對那個計劃有沒有什麼調整 還有估計沒有人入標的原因是些什麼 會不會是那個營運期二十年太長 未來會不會都可能調整整個要求 主席走前一步 好啊 好啊 謝謝 謝謝 那個流標的情況是 我想主要都是因為這個第五波的疫情的問題 無論是經濟上啊 生意上啊 很多事情都受到這個第五波的影響 對於零售啊 對於飲食啊 對於這些這樣的行業是衝擊很大 我們投標那段時間 到截標是由2月到7月的 在這幾個月的期間 我想整個經濟啊 整個疫情都是非常之嚴峻 所以令到這個標是流了 絕對是因為這個第五波的問題 至於我們會不會 就是會怎樣去調整個計劃 其實這件事我們都跟政府在討論 亦都是希望要看一下有不同的新的策略啊 會看一下怎樣可以幫公園 有一個長遠一點的財政的穩定的方案 才會去再做決定的 始終這個是對海洋公園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長遠的計劃 所以我們都要從長計議 暫時有沒有初步的概念或者初步計劃 要跟政府談好先 先再公佈 我想問因為現在是0加3 其實估計對海洋公園的生意 是有沒有幫助呢 或者影響系列 還有因為疫苗通行政都降低 去到5至11歲 其實對入場的旅客的人數 會不會有影響 0加3其實王馬的朋友還未有得進來的 所以你說旅客一到步 都未有得進來公園住 但是當然如果要留久一點的 就可以進來公園玩 我想接下來希望逐步都會有些不同的放寬 令到公園可以接收到多些遊客 來香港玩的時候都來到海洋公園 暫時都是本港的朋友會來多些 那疫苗通行政會不會都有影響入院的人數 始終我想這個都要進一步去看看 這個通行政實行之後 大家對這個計劃是怎樣去運用等等 所以才看到那個情況 我們邀請他去投標的時候就是2月 其實大約有七八個營運商發展商都很有興趣的 無奈就是第五波的疫情發生了 令到整件事就被疫情打亂了 所以其實有不同的大的發展商也有 不同的營運商也都有 有興趣的最初 所以最後答案 剛才說初過了 其實一直都在討論 自從流水標之後 但是現在我們的工作 都是希望聚焦在山上的新的歷險 這個adventure zone的投標 因為接下來這幾個月都會發生 也都有很多營運商對這件事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希望聚焦在這件事做好它 帶一些新的景點給一些旅客 給一些香港的朋友可以來海洋公園還 我們再問一條問題 看你有沒有同樣 主席想問一下 如果剛才說山下的那個計劃 是一定要跟政府談完 有一些新的review再推出 還是只能再一次投標呢 還有接下來如果這個計劃 一路再投標一路做不成 海洋公園的財政情況又會怎樣 會不會需要再跟政府拿錢 這個發展的計劃 其實是去年2021年3月 上立法會那裏宣佈的 這個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計劃 首先我們做了山下 跟著做山上 又有一個adventure zone 又有一個wellness zone 所以整件事是繼續進行 也都是那個山下那裏 會繼續跟政府談 會探討不同的方案 看看怎樣調整 可以令到公園可以自負盈規 所以我想暫時我們的財政是穩健 因為去年都去立法會拿了一筆錢 所以如果我們開著一個園 一路可以營運 一路可以繼續順利運作 暫時都是沒有問題的 財政方面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們之後再後補回問題 如果有的話 是吧 下次有機會再工作 謝謝 謝謝 旺大 謝謝 謝謝 各位 呃